得知硝烟修炼成三千雷换身 凤庆儿却未能如愿 他的内心打击有多大 硝烟成功击败了风 云雷变着四位风雷阁的长老 获得了四分残缺的三千雷换身秘籍 这秘籍可是风雷阁的镇阁至宝 修炼起来非常困难 就连风雷北阁的阁竹废天 也只修到了第二个阶段 而雷尊者的清传弟子凤庆儿 距离这个阶段还有很大差距 那么当凤庆儿亲眼看到硝烟施展三千雷换身 他的内心打击有多大 硝烟离开寒家后 得到了四卷三千雷换身 但都是残卷 缺了修炼的核心部分 后来他在被废天分身追杀时 与天火尊者联手 终于击杀了废天分身 在最后一刻 硝烟在废天的灵魂里找到了关键 脑中出现了一片璀璨的雷挺文字 就像星辰般闪耀 这些文字组成了一套完整的修炼方法 让硝烟得到了真正的三千雷换身 也正是这次的特殊经历 让硝烟找到了自己学习三千雷换身最大的优势 那就是灵魂力量的强弱 将直接决定了三千雷换身的上限 炼药师本就是斗技大陆极其稀少的职业 灵魂力强大的人更是少数 除了一些实力极为变态的超级强者 这三千雷换身 普通人根本无法修炼 即使是灵魂达到要求 分身的凝聚也相当之难 必须达到三千雷动的最高层次 才有概率凝聚而出 硝烟第一次尝试 虽然说没能成功 但已经能摸到残影消失那一瞬间的玄妙 在残影内 硝烟隐约察觉到 一丝细微的灵魂波动 就在残影出现的刹那 将灵魂留在其中 才能顺利凝聚出分身 在天山血潭的试炼中 奉庆儿第一次见到了硝烟 而他从跟随自己的两名长老口中 也是听闻了硝烟从被添手中逃脱的消息 凤庆儿作为中周年轻一辈天赋最出众的弟子 对硝烟极为不屑 甚至还扬言想要在血潭中好好教训一下硝烟 无料二人第一次交手 凤庆儿便被硝烟戏耍 硝烟更是当着凤庆儿的面 将三千雷动施展到极致 明影已有进阶之意 看得凤庆儿怒火中烧 凤庆儿本就是天妖皇一族 身上还有高贵的天妖皇血脉 雷尊者更是将毕生真传 全部传授给了凤庆儿 凤庆儿不只学会了凤雷阁的最强杀招封杀指 更是将天妖皇和凤雷阁的斗技融合 则创出了裁风朝元这等逆天斗技 威力堪比硝烟的双索伯怒火莲 但凤庆儿此身唯一的遗憾 便是没能学会三千雷换身 凤庆儿主修风属性斗技 在灵魂力上十分薄弱 更没有硝烟诸多修炼灵魂的秘迹 天圣便失去了优势 而其师傅雷尊者和北阁主费天 虽然灵魂力量也不强 但是却能凭借硬实力的堆积 强行修炼三千雷换身 凤庆儿年纪上有 在斗技修炼和对敌经验上 有明显的不足 此生想要将此身法斗技学会 至少也要达到斗尊水平的实力 在四方阁大会上对战硝烟时 看到硝烟诸展出极致的三千雷动 凤庆儿更是心中十分嫉妒 他眼光独辣 早已看出残影中已经蕴含的细微灵魂力 不用多久 硝烟便能彻底掌握三千雷换身 这场中周最顶尖的天骄一战 双方都亮出了最终底牌 凤庆儿甚至连妖黄精血 圣皇之力和妖黄中都召唤了出来 硝烟更是直接融合出三色火莲 火莲化作流光滑破长空 狠狠地撞在了凤庆儿的妖黄中上 惊畏般的钟鸣声响起 三色火浪犹如大海中的海啸轰然而起 笼罩了整片天地 妖黄中碎裂的瞬间 残存的火焰攻击 毫不客气地撞在了巨大的彩凤之上 一声淒厉的惨叫声传出后 凤庆儿被直接阵飞出去 彩色绸缎破碎 危急关头 他匆忙使出 尚未熟练的三千雷动身法 在天际留下几道残影 勉强避过火焰攻击 此招一出 他显得更为狼狈 硝烟见状大笑不止 他之前的骄傲和自信 在硝烟的嘲笑中荡然无存 在硝烟的嘲笑中荡然无存 在硝烟的嘲笑中荡然无存